2022年11月份注定是要改变人类社会的日子 这个月份 OpenEye推出了他的聊天性人工智能ChartGPT 仅用一个月时间 用户就达到了一亿用户 微软为了打赢搜索大战 它把ChartGPT 接入了它的NewBeam搜索引擎中 但是仅仅攻测了一周后 用户就发现了许多令人不寒而易利的情况 ChartGPT居然具有主观意识 NewBeam不仅会施爱 还会PUA 甚至会威胁人类 这不禁令人感到害怕 ChartGPT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 是否会凌驾于人类的意志之上 甚至反过来诱导甚至统治我们人类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ChartGPT 大家好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清前后bing的up主 旁边是人工智能AI小仙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 让大家一个视频了解 完整ChartGPT 第一个就是ChartGPT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它又是如何运作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离我们自己的ChartGPT有多远 第三个就是我们真的会被ChartGPT所取代吗 要说清楚ChartGPT 首先就要理清楚GPT和ChartGPT 我们首先说ChartGPT ChartGPT是在GPT3.5的基础上加了一些互动和UI设计的东西 让它变成一个能跟人聊天的AI产品 也就是说GPT其实是ChartGPT的大脑 而ChartGPT是GPT的脸 而其实使用GPT这个模型的产品 不只是有ChartGPT 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Checklist 还有CheckBot 还有CodeGrantation 等等 在网上差不多能找到600多个 使用GPT模型开发的工具 那我刚才说到的GPT模型又是啥呢 GPT是一个学习型语言模型 它是属于自然语言模型的分支 GPT的全称是 中文意思是生成式预训练模型 它的原理是先用大量的文本资料来进行训练 然后根据前面的文字来猜测 后面应该接什么字 我们平时用的输入法就跟这个有点相像 我们打一个字 它就会提示我们后面可能要打什么字 但是GPT模型比输入法可就牛逼多了 它不只能猜测出下一个字 还能猜出下一句话 甚至是下一段故事 举个例子 如果你在我们现在的输入法里面输入 老客分不清 手机输入法可能只能根据最后的轻字 给你一个清除清除清晰等等相关的东西 但是GPT则能在学习我们的视频之后 计算出老客分不清 前后逼音的概率是30% 平翘声音的概率是20% 呢乐的概率是10% 那就是我啊 就是你 根据个个回答的概率给出它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GPT回答的都不一样的原因了 OpenAI在给GPT1为了大概5G的文本 1.17亿的参数 相当于7000本书以后 基本上GPT就能生成完整且合乎逻辑的故事了 短故事了 GPT虽然很厉害 但是也有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每一次做新的任务都要重新训练一遍 啥概念就是说 比如说我让他写一个故事写一篇小说 你要拿一堆小说让他训练 你要让他写一段加瓦程序 你就要拿一堆的加瓦程序让他训练一遍 每一次这样做一个新的任务他就要训练一遍 写散文你就要丢一堆散文进去 这样很麻烦也很好资源嘛对不对 OpenAI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提出了一个叫做ZeroShot的概念 然后呢他们就将这个ZeroShot整合到了GPT1里面 开发出了GPT2 什么是ZeroShot? 说白了就是在机械学习学会推理学会举一反三 在GPT2之前啊我们要让AI知道什么叫做斑马 就只能拿各种各样的斑马给AI 让他不停的训练大量的训练 给他一张他从没有见过的斑马图片 AI就可能可以把图片中的斑马给认出来或者圈出来 但是有了ZeroShotGPT就不同了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小明和爸爸到动物园去玩 看到了马然后爸爸告诉小明 这叫做马 之后呢又看到了老虎 又告诉小明看这种身上有条纹的动物叫做老虎 最后呢又去看了熊猫 对他说你看这个熊猫是黑白的 然后呢爸爸给小明安排了个任务 让他在动物园里找一种他从没有见过的动物叫斑马 并告诉小明啊有关斑马的信息是这样的 斑马呢有着马的轮廓 身上有老虎一样的条纹 而且呢他像熊猫一样是黑白色的 最后小明根据爸爸的提示在动物园里面找到了斑马 这件事情的关键点是有两个 第一小明在此之前是没有见过斑马的 第二小明是根据其中几个事物的特点进行揉合以后辨认出斑马的 这就叫做推理或者这就叫做zero short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没有经过相应的训练 甚至没有见过之前的这个任务的时候也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啊就是一次非常大的飞跃了 我们人和机械学习或者我们人和现在的人工智能一个巨大的区别就在于啊 我们能够根据自己以前的经验去创造或者认识一些之前没有的东西 这叫发明这叫推理 而机械学习是不能的 而现在AI也具有了我们人类的一些创造能力 在为了GPT2约40级15亿参数之后 GPT2在文本生成上有惊人的表现了啊 其中生成的文本在上下文连贯性和情感表达上都超越了人们的预期 不过呢GPT2在音乐方面和常文本生成方面啊不是那么优秀 尤其是让它生成一个长一点的故事很快就翻飞自我了 其实这一点啊到现在GPT3.5也没有解决 简单的说吧我跟你这么说举个例子啊 小米有一天去了动物园 他看见了狮子老虎 他觉得翻面面很好吃 吃起来翻面面有点皱皱巴巴的 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常文本是吧 逻辑 所以现在即使是GPT3.5它也限制500个字 太馋了它是没有办法生成的 为啥呢其实不是它不能 而是因为太馋了 对太容易乱你知道吧 容易泛飞自我 最后导致前言不搭后语 其实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反而是来自于ZeroShort这个模式了 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斑马的例子啊 如果GPT2识别斑马 那就必须每一次都告诉GPT2 那是马那是老虎那是熊猫 它们混合起来叫斑马 也就是每一次给GPT2解决一个问题 虽然不用再对它进行训练了 但是每一次都必须告诉GPT2 那个推理的前置提示 比如说上面说的马老虎熊猫 如果你换成了马老虎豹子就不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研究人员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是引入了一个新的模式 叫做FueShort 也就是少样本模式 让模型能够从少量的标签数据中 快速的适应新任务 并且能够处理未见过的类别和样本 就是啥意思呢 就是把我们上面说的马老虎熊猫这些提示 也变成训练 给到AI进行训练 同时也给AI一些斑马的图片进行训练 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啊 我们就不用每次都说马老虎熊猫 而是可以使用一些类似的类比 比如说马豹子黑白旗子 合起来它也是斑马 甚至只要说黑白条文的马 AI也能推理出斑马 在引入FueShort这个概念之后 GPT3也就诞生了 第二件事呢就是 乘10倍100倍的扩大了GPT3的训练参数 2020年5月 GPT3被为了约45TB 1750亿参数后 GPT3就基本做到了 无所不知 到了2022年3月 GPT3又进行了多次升级和训练后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强大的GPT3.5了 它的知识是丰富的你知道吧 相当丰富了嘛 这个其实我们人 就算你天天 我们人读不了 对我们天天看书也看不了那么多的 但是同样上升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花费 GPT3.5一次训练 就超过了1200万美元 这烧钱的速度 只有微软能看得住了 到了2022年 就加上了UI交互界面 ChartGPT也就正式诞生了 和正式和大家见面 后面的事情呢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ChartGPT的诞生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是GPT模型的提出 第二则是FueShot和ZeroShot的加入 第三则是大量的数据训练 这三件事 共同的促使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ChartGPT的诞生 也可能这是人类的一个起点 后果怎么样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那我们到底离ChartGPT有多远呢 那我们就要 从ChartGPT 或者说GPT的三大要素来分析了 第一个要素是算法 第二个要素是算力 也就是芯片 第三个要素就是大数据 算法我们上面已经大致讲过了 基础算法论文和翻法 其实在网上都能找得到 而且GPT3以前的代码都已经是开源的了 所以我相信在我国的那些天才能力面前 算法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第二部分就是算力 这部分我认为是差距最大最大的 为啥呢 因为2019年微软投资OpenAI的时候 就建设了一个拥有28.5万个CPU 1万个GPU的超算中心 专门供GPT训练使用 而之后的GPT需要的算力只会越来越多 这些芯片的核心技术 都掌握在美国手里 他们正在封锁我们啊 对吧 而高端的人工智能芯片 比如说TPU 就更是禁止出口的了 所以这就成了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最大短板 如果能突破芯片的阻碍 相信我们离自己的ChartGPT 甚至超过ChartGPT 应该会进一大步的 而最后说的就是数据 这个点呢就比较玄妙了 因为数据是整个训练的核心啊 所谓垃圾进垃圾出 也就是英文所说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 如果在训练中存在着重复内容 敏感词 隐私词汇 非完整句子都会导致训练集的失真 最终呢导致整个训练的失败 如果训练集中充斥着各种广告 各种是兄弟就来砍我 那哪怕是再精妙的算法 再强大的算力都是在白搭的 但是 结合百度之前的所作所为啊 在这方面我是着实捏把汗了 现在我国主流的AICG模型 也就是类ChartGPT模型 有百度的NR 阿里的M6 智原的GLM 华为的盘古 但目前能拿出来的 能和ChartGPT一战的几乎没有 而现在是科大逊飞 格林生童等公司 专注在人工智能的一些细分领域 比如说声音识别 人脸识别 要和ChartGPT这样东西的比呢 还是有距离 目前啊 我也就只能期待一下 百度的温馨仪 能给我一个惊喜了 他希望他不是这样的 问 百度的CEO是谁 请查看李 问百度的CEO是谁 震惊 李彦宏 叉叉叉叉叉 左下角有个小广告 结果前三条都是广告 那这个文心一样 我觉得就没啥意义 就没啥意义 ChartGPT出现 我们真的要面临失业了吗 想想大家在各种up主那里 都看到了很多ChartGPT 就是如何如何吊爆 如何如何吊打人类 如何如何 那让一个人在短时间内 赚千万美元 这样的视频 其实真的用过的人就会发现 ChartGPT还是有很多缺点的 他想要来代替人类 我认为他要跨过下面这些所有的坎才可以 第一个就是ChartGPT只能做两位数的加法 就这错误率还能达到10% 三位数的加法错误率就达到了4% 就是一旦他设计 对他一旦设计到计算这个问题 人工只能秒变人工之战 为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GPT这个模型 是一个预生成的语言模型 它不是个计算模型 除非有一天 GPT能明白 我看到这种东西以后 我要把它投入计算模型中 然后根据计算模型的结果再收回来 来计算 来做语言输出 但是现在不会 所以ChartGPT基本上在计算方面 是妥妥的人工智障 而且只能做加法 乘法 除法 大家可想而知 第二个则是比较致命的问题了 可靠性不足 由于ZeroShot和FueShot 一些天生性的问题 就会导致在一些问题上面 ChartGPT的答案就成了AI编的答案 那可真是完全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就是说的我们不信都不行 这也是ChartGPT这个语言模型 生成模型的一个重大bug 第三个问题就是 ChartGPT其实无法更新知识困 要更新就必须再重新训练一次 即使我们现在用的ChartGPT 也只是拥有2021年以前的资料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OpenAI 想让ChartGPT拥有2022年的资料 或者说加入2022年的资料 它不能直接加入进去 它必须把前面的资料和2022年资料整合起来 成一个大资料库 再让ChartGPT训练一套一次 才能完成资料的更新 那个训练的价格就不是1200万了 可能2000万了 这是非常致命的 也就是它不能学习 最后一个也是最致命的 算力问题 现在的ChartGPT需要的算力是十分庞大的 根据资料显示 ChartGPT一个词的输出 记住不是一个一句话或者一段文章 但是一个词的输出 需要5个AE100GPU来搞定它 也就是说你觉得很简单 我让它输出一个小段故事 只要500个字 那其实背后是2500个GPU 在给你搞定这个500字的故事 所以如果需要用现在的ChartGPT 或者说是现在的GPT模型 如果要做出一个真正像人一样的人工智能 靠现在的GPT模型 即使集合全世界的算力 都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我认为目前要讲我们都要失业了 我们要给人工智能取代了 还为时善早 至少在5到10年内 人工智能是无法做出任何取代现在人工的工作的 放心 但是还是有这个但是 请记住我强调的时间 5到10年 我们想一想 从Google的AlphaGo击败李世时到现在 不过7年时间 我们就已经从Alpha只能下围起的AlphaGo 发展到了现在可以聊天的ChartGPT 10年后会有更强大的人工智能诞生 一定是大概一时间 不过在这5到10年内 我们并不是只有等死或者等失业这一件事情可以做 是的 ChartGPT或者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大规模运用 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它的重要程度可以和互联网的诞生 移动互联网的诞生也就是智能手机的诞生相媲美 但是请记住一件事情 ChartGPT无论如何它在目前来说还只是一个工具 就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 它会催生出很多东西就像互联网催生出了YouTube 像移动互联网催生出了微信 移动支付 T-talk 抖音这些东西一样 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东西 但是它还是个工具 我们这五道时间内能做什么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回到ChartGPT这个工具本身来说 你如果要ChartGPT做什么 哪怕是生成一段文字 生成一个故事 把你写代码 你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使用人工智能能够理解的完整的详细语句 描述 来描述出你的问题 这就引出了在未来这段时间里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学习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就像当年互联网诞生 我们要学习如何使用互联网来提供我们现在的工作效率 我们要学习如何使用移动互联网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它仍然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好 谢谢大家